桌上一盤一盤的點心 都是參加烘培人材部的分伴 學員的商品 為其200點前的專業客店 終於來到省國電的這天 學員都很高興 拿著相機 想要將商品一個一個博物來做紀念 葫蘆花也有基本上省國電的儀式 除了跟大家說到在未來 哭政教重重需要注意的思考 也要請到學員 跟大家分享這次最高的感想 從義務所知到現在稍微有一點基礎 我覺得都是要感謝省政國還有婦女會 還有兩位老師很認真的 不嘗試的教我 然後我覺得我學一學國講 以後可以在工作上 還是我講自己創業都可以 最好是什麼都考上證照 大家非常的好學 並不會因為年紀的關係 除了好學之外 這些做的東西都非常的好 那我其實我現在就是 只是有一個期望 就是希望 大家都可以透過你們的地域 執照這樣子 大家做好幾隻學員 所做出來的商品 他們都吃得很高興 歷史上表示 會基盤這個課程 就是希望官來的婦女 可以救到課程 遇到第2專項 發電數也要不第2村 學員也都覺得這個課程 很好 真實用 他們也都希望婦女會 可以開增加的課程 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記者5位為法 招葫寶 谢谢观看